油线型的摩托车 飙在路上 因为这个都是满足自立的 眼耳鼻舌生意 那你就没有办法去关心众生 你只会有傲慢 傲慢就会舍弃众生 最后要发这个愿 所以最后一个 副作是愿 愿一切众生 惜得成佛 除了断除自己的种种的爱然 执着我们活得了目的 生命活得了目的 成佛不是目的 众生离苦成佛才是目的 所以你要生生世世 要让自己有资格下地狱 下恶鬼道受无量苦 为了如此 所以我们才会去追求空性 大悲不退转 而上品上神极乐世界 找着趁愿再来 那我想 十重四十八 六重二十八 都是戒 都是我们烫戒八的意义 三巨境界 色律一界 色善法界 劳益友情界 希望这个界 成为我们生命的印记 永不退转 除了断除过去的 所有负面的恶 包括不好的习惯 要发起一个决心 所以我常常跟说 太胖的人 你可以减肥了 代表贪 不贪怎么会胖呢 贪吃 贪睡 贪享受 那没办法 贪难以欲望 贪名利 有些人做事是希望出名 让别人认为他好的 标榜自己 那这些都是菩萨道的障碍 所以 若离菩提心 集成魔业 如果你 你以破戒之心 离开菩提心就破戒 你不管你造什么善业 都是在伤害你的 像各位现在很会布施修大福报 让你成为有福报的天人 你会造更大的恶业 更骄傲 所以宁可贫贫穷穷的 比较重要 念一下 身如乞丐 心如黄金 拥有贫穷 才是生命最大的快乐 因为我们拥有一颗圆满的菩提心 就不需要世间的这些享受欲望 一个人心里空虚 找不到自己 才想要去得到世间人给你的眼光 看你很好 看你有钱 或你觉得很快乐 就代表这个人 内心不死在 所以 释迦摩尼佛说 以法为快乐 释迦摩尼佛有一次去脱波 那个魔王 故意用他的魔力 把这个要来供养佛陀 通通赶走 然后让佛陀超过十二点 过五 不能吃 然后佛陀那一天特别饿 然后魔王就现前了 魔王就拿着食物说 来吧 吃吧 供养你 佛陀说 过五了 我不能吃 佛陀说 那佛没有问题 那佛陀说 虽然我肚子饿 但我心里非常幸福 魔王就是要破佛陀的戒 所以各位你记住 你现在守戒了 魔会用各种的形式 知道你的弱点来找你 不管你喜欢什么 他就会来诱惑你 特别我们出家人 最容易 贪心也好 称恨心也好 爱批评也好 魔都知道你有这个缺点 就要让你破你的菩提心 破你的戒体 他很高兴 但是 所以各位要降服自我 你要成就一个菩提心 能够利益众生 当然我讲到这个地方 你坐在那边 我又不想做菩萨 你讲那么多干嘛 我只想这次参加参加 回不看会不会 会发财 房子卖出去了 但是我想 我也不敢期待 有几位菩萨 但是 做一个大称的 你要行菩提心 你永远要劝人家发菩提心 永远永远 不能因为对方不理 所以这里面戒条 都有写得很清楚 那特别各位 我们在放声 这也是个戒律 请翻到前面第八页 这些戒条 我们简单的念一下 知道各位受戒 烫戒八的意义 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念一下 来 一 好 戴一下 第一 不敬师有戒 第二 饮酒戒 第三 十肉戒 第四 十五心戒 第五 不叫悔罪戒 第六 不供给情法戒 第七 懈怠不听法戒 第八 被大象小戒 第九 不看病戒 第十 虚杀众生拒戒 第十一 果实戒 第十二 贩卖戒 第十三 磅毁戒 第十四 放火焚烧戒 第十五 辟教戒 第十六 为力道说戒 第十七 事事祈求戒 第十八 无解作师戒 第十九 两舌戒 第二十 不行放救戒 第二十一 称打报仇戒 第二十二 焦慢 不请法戒 第二十三 焦慢 必说戒 第二十四 不惜学佛戒 第二十五 不善之众戒 第二十六 独受力养戒 第二十七 受别情戒 第二十八 别情僧戒 第二十九 邪命自活戒 第三十 不尽好时戒 第三十一 不行救赎戒 第三十二 损害众生戒 第三十三 邪业绝观戒 第三十三